欢迎来到大家 今天跟大家试一台万众期待的车 我相信很多人都很关注新思域的动向 9月24号这台车就会发布上市 今天我们就拿到了一个提前试车的机会 首先我们来讲讲这个车外形的部分 因为其实大家觉得新思域的外形争议还挺大的 因为觉得现在时代思域看起来那么有跑车的风范 为什么这个11代思域就变成个憨憨 就像一个小号的雅各一样了 那这里面的设计还是有本田设计师的考量 不是说他刻意把这个车弄丑 而是他想让这个车在驾驶员的角度 可以让这个车开起来更加的好开 怎么说呢 来我听我慢慢说 首先第一个他是将这个发动机盖的高度 降低了25个毫米 所以你会发现现在的思域 时代思域它的发动机盖是这样斜的 但这个机盖它是压平了在这个边 另外它的A柱的角度也变得了更加平直 整个A柱的根部会比现在的时代思域 往后缩了50个毫米 也就是本来的A柱应该是这样的 然后机盖是这样的 那现在就没有那种泄行的感觉了 直接就是一个这样比较直来直去的折角 所以这个车的车头 从A柱前半部分看过去会更像一台轿车 而不是像一台轿跑 但这样做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让这个 前排的视野更加通透 因为你的机盖这里降下去之后 那你在车里面往前面看出去 你的这个阻碍没有那么大 而且A柱更加的平直的话 其实你在左前部分跟右前部分的 这个盲区也会减少 所以就让这个前排的视野更加的通透了 那来到后半部分会发现它的尾窗的 整个玻璃的面积也是增大了一些 这样当然会让后排更加通透 因为其实这一代自愈它的设计概念就叫做grassing 如果翻译成中文的话应该可以叫通透 它让整个车的玻璃的面积都增加了 于是后排的视线会更好 但是玻璃增大了 当然这个后排看上去就没有那么像轿跑的感觉了 不过就像一台正统的三家轿车 包括它的车尾灯的设计的语言 也特别像一台雅阁 所以这个车大家也可以把它理解成一台小号的雅阁 当然小雅阁这个说法可能不太准确 等一下开开看验证一下 另外还有几个设计的小点值得跟大家说 第一就是它的车的车顶部分 现在它的焊接是用了一种新的工艺 所以这里面就不用密封条了 可以做到完全无缝 第二个就是你看它的车轮拱里面 之前的内秤板它是一个直角的 这个很多日系车都是这样的一个直角 但是现在它就是做了一个弯角 是这样子弯下去的 所以摸上手它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平的状态 是收进去的 所以如果你要换轮圈的话 那10代的雅阁你要做到骑沙板的话 可能你要磨一磨这个翼子板的内衬 但是如果是11代雅阁 你就能够很轻易做到骑翼子板 而不用做这个轮拱内衬的加工了 这个对改装我来说绝对是个福音 接下来我们去看内饰 好了进到车厢里面会有一股非常陌生的味道 就是它完全不像一台四域了 而是用上了本田现在最新的一个设计的布局 这个设计布局在日本刚刚新发布的宾制里面 看得到就是这样一个横条形的空调出风口 当然中间这一块是试板 只有左右两边的是真正的空调出风口 然后这个屏幕也放在这个地方 然后三个转盘是空调的控制的按键 然后方向盘的部分也没有用上现在像飞度上面那个家族式的两副式的方向盘 还是相对比较常规的一个三副方向盘 然后上面按键的布局也跟我飞度上面的那套不一样 虽然说大家都是Honda sensing 那其实这套内饰我个人觉得会有点过于中庸 因为其实时代思域的内饰呢 我自己是觉得设计的是很巧妙的 又有设计感 然后功能上又相当的不错 尤其是中央扶手那个贯穿式的杯架 真的就是本田自家聘请那些百万杯架设计师的脑洞 这大的可以 而现在的这个中央扶手区就像直接从雅阁那边移植过来一样 我觉得还是欠了一点心思的 不过这个车其实在用料上面呢还是想彰显出一点高级感的 比方说像这样的一个金属网真的是金属来的 然后像它的空调出风口呢 也用上了这个稍微有点设计感的小拨感 看起来有点像我们玩无人机的那个操纵感 那空调的三个旋钮 首先它的镀隔的金属质感还是做的相当高级的 并且如果你是打着车之后 它外面还有一圈小小的LED的白光 这个有点高级感的 并且这一代思域也用上了一个LED的液晶仪表 当然低配车液晶仪表会小一点 然后右边有一个机械的表盘 但这个是高配车 所以它是全液晶仪表了 另外它车机上面现在是Honda Canada的3.0的系统 有CarLife 还有一套阿里巴巴的生态系统 所以在上面你可以用什么淘宝去买东西啊 或用支付宝来支付你的停车费用啊 都是可以的 这个也相当于让这个车多了一些智能化的东西 然后座椅的部分也可以说 这一代的思域的座椅好像肩部的部分更加的宽厚了 然后我现在调到最低点 因为发动机盖降低的关系 所以我看出去外面视野还是非常好的 有用一码平霜的感觉 然后座椅的坐垫 还有靠背的部分用上了翻毛皮 这个翻毛皮还真的是很防滑 我现在人坐在里面想挪动一下姿势呢 是感觉我的裤子跟我的衣服是紧紧的 黏在了这个座椅上面 只是我的身体 在我的裤子跟在我的衣服里面 有一个相对的位移 大家能想象这个状态吗 OK 我们现在去后面看看 11代思域它的轴距比起10代思域 是增加了35个毫米 也就是说两指 那基本上放在纵向空间上面会有点增长 但是这个不是重点 重点是这个坐姿会比10代思域更加的舒服 因为10代思域它的囤点会相对低一点 但是11代思域感觉这个坐姿会高一些 就不会那么像蹲在后排了 并且头部的空间还是有保障的 所以其实11代思域在造型上稍微牺牲了一点 没有那么像一台轿跑车 但是它可以将这个车顶把它稍微龙高一点 让这个后排坐起来更像一台正常的轿车 我觉得这个取舍就看你怎么看了 如果你是一个外观党 你可能会觉得这个车不是你的菜 但是如果你是希望买这台车是能够让一家人 都能够做得舒舒服服的话 其实11代是一个进步来的 耶耶耶上路了上路了 其实我在试11代思域之前 我有点想找我朋友的那些10代思域来试一下 看一下10代跟11代有什么区别 但是我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我身边那些开10代思域的朋友 要么就是手动挡的 要么就是改装的 要么就既是手动挡又是改装的 我就绝了 所以这个就反映出了10代思域的一个非常非常明显的生态 就是大家买这个车都是玩的都是改的 不过我觉得11代思域可能会有所改观 因为很明显这个车从外形看上去会更斯文 内饰也没有那么多的看起来像烂载车的感觉更加的精致了 那开起来究竟也是不是这样呢 那首先给我的感觉就是这个车的安静的程度真的比10代思域有一个明显的提升 10代思域用的还是这一套优克号码的db的轮胎 但是它真的是不是特别的精英 但是现在我在一台高速公路上面开到80 同样是同款的优克号码的db 那现在这个整体来说它精英的水平就非常高了 而且我旁边全都是大卡车 但是我从它旁边经过的时候 你看这个声音45等于没有啊 哇 所以这个绝了 其实这几代的思域从8代开始呢 它都是越来越精致 越来越柔化自己的烂载车的形象 越来越舒服 越来越安静 那到了11代呢 确实又比之前的几代的思域 开起来就更像一台B级的轿车了 但是说像它的动力现在呢 它的账面数据比起时代的思域 是要多了6马力跟20牛米的扭矩 试一下它的油门的这个反应 响应程度还不错 我的右脚在打节拍 然后这个转速表 虽然说我没有一个很直观的往前冲的动作 但它转速表是马上有动作的 它转速表是一直在动的 那给个油门踩 OK 那其实涡轮池这跟时代是差不多 但是它的动作的响应的活跃的程度 我觉得比时代稍微是要好一点的 你不要重彩 轻彩的话 其实它动力响应 就tip in的那一下 它给你的反应 还是相对来说比较直接的 所以它动力啊 还是维持了思域那种非常讨喜的比例感 其实涡轮增压发动机 跟CVT变速箱的匹配 还是有点难度的 因为你的CVT 你要找到一个合适传动比 那这个时候又有涡轮池制在干预 所以这个思域用的是一个 电子的卸压阀可以控制这个涡轮的压力 更加的精准 所以现在它油门的比例感 非常的跟脚 这一点做得很好 那另外还有就是底盘的部分的表现 哇 现在你看这个路不是特别的平整 但是 这个11代思域 它的底盘的表现 哇 真的是比起10代思域 又更加高级了一点 并且呢 它是过那种勾坎 不仅仅是更加柔顺 没有那么松散 并且它连那个声音啊 都更加的低沉 更加的像一台豪华轿车 当然不是说它 完全就是豪华轿车 只是说 本身不豪华 往豪华轿车那边稍微偏了一点啊 哎 这现在真的怕了 太多断章取义了 讲话一调 一句话把它讲完都不要喘气了 哎呀 不过也还是跟10代思域一样 它有一个小问题就是变速箱 你踩下去的时候 我发现呢 它会有一定的闯动 那这个并不是说这个变速箱里面有什么问题 而是当这个变速箱里面 虽然它走的是CVT的钢带 但是它有一个业力变举器的锁止机构 当它锁止机构锁止完之后 那这种闯动呢 其实就是来自于发动机收到 你的动力指令之后的那一下拉扯了 所以这个算是正常现象 因为现在的自动变速箱 它为了更高的传动的效率 它的业力变举器的锁止范围都会增大 所以就导致这个动力有的时候呢 会来的更加粗暴 简单 直接一点 那转向手感方面 其实凭借我对时代思域的一些模糊的记忆 我觉得 11代跟10代是没有太大的差异的 转向了手感啊 手力啊 方向盘握上去的这个轻重感啊 包括这个粗细啊握感 都很像的哈 然后没有机会去试驾这个车的 极限状态下面是怎么样的功力 因为这个车本身就长了一点点 然后呢轴距跟轮距也发生了一点变化 那这个理论上会影响它操控特性 但是因为今天试驾的条件所限 没有办法跟大家很详细去试这一点 那11点 我们在广州拿到试驾车 我们再把这个车拿去赛车场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车极限状态下面的表现吧 反正今天呢 分享一下就是在日常的道路上面 我是觉得这个车整体来说它的高级感是有明显的增强了 真的是更像一台B级的轿车了 但是是不是像一台B级的轿车 就会让大家对这台车的热情扑灭了呢 又不会 因为它的动力啊 它的操控的部分呢 其实还是很有私欲的风味的 所以换句话说 这台车就是变成一个更加能够顾全大局的车了 一方面你的乘客后排会有更加充裕的腿部的空间 跟更好的视野 而且坐上去整个姿势也会更加的舒展 那你前排作为一个驾驶员 你会发现它的动力还是很充沛 它的操控还是相当的有乐趣 所以你会发现这台车 它既有私欲该有的那些优点 然后呢又融合了一些B级车的那些价值感的东西放在这里面 所以我觉得这个11代私欲 虽然它的个性没有时代私欲那么的鲜明 不像时代私欲那么烂载 那么像一台跑车化的私欲 但是其实这一代的私欲它虽然说更加中庸 但是反倒是有可能它会吸引到那部分 本来不是对私欲很感兴趣的人 它只是想买一台正经的A级轿车 像什么卡罗拉雷霖啊 还有什么朗逸的这些车的人 反倒这一代的私欲走这种正统的路线的话 有可能他们就会考虑这一代私欲了 我觉得这个转变是OK的 其实本田一直以来都是这样的 它很多的车都会把它造得很运动很有乐趣 但是这种乐趣跟运动又会推动改装圈去把这个车呢把它拿出来玩 然后本田的这个烂载车的形象就这样产生了 其实本田也很纠结 它也不想把一个车搞成烂载车 因为烂载车对于本田这个品牌是一种伤害来的 所以本田有的时候造车就是这样的 一代车很烂载 下一代车就很平庸 然后发现平庸的车卖不掉 下一台车又更加激进更加运动又变很烂载 烂载完之后又发现不行 烂载对我这个品牌又是伤害就是这样反复左右横跳左右横跳 那刚好到了11代的私欲 就变成从烂载收敛 回复到一个相对说比较乖巧的形象了 那这种乖巧的私欲大家喜不喜欢呢 欢迎你们在评论区留言